哈喽啊 今天咱们来继续拯救拯救者 这是一台拯救者的R9000笔记本 拿什么拯救拯救者 看完这一期您就知道了 也是刚刚过往没多久的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按下开关 电源灯亮了 但是屏幕没有显示 电流也没有跑上去 这个大歪灯也没亮 键盘的背光也没有亮 整机就是一个不上电的状态 仅仅只是触发了 触发不上电 EC已经工作了 看来问题应该出在了蓝桥上面 但是呢 这个R9000是内容版本的 它没有蓝桥 这个里面还挺干净的哈 主板上面的标签也没有被捅破 没有修过的 打开散热器可以看到主板上面就两个大芯片 一个CPU 一个显卡 看外观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没有看到明显烧焦的地方 直接上表来测一下吧 我们的测试重点应当放在CPU的RTC电路上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实时时钟金正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修过有经验 这种呢 用万语表的二级光档可以测一下它们的对立组值 这个金正呢 是有两个角直达CPU的 一个角呢 是700多 另外一端呢 就是没有阻值 测不到值 说明CPU那边已经是悬空的状态 是吧 很简单就能测出来 开盖后直奔主题 当我们把思绪拉回三个月前 依然可以记得 当时我也路过一期类似的情况 那给CPU来上点压力 是金正的左侧达不到值 压一压CPU 你再去测呢 这个值它就出来了 一松手又没有了 上点很活 正所谓大力出奇迹 值回来了 OK 现在两端都有值了 我们给它简单拼起来 已经可以自动上电了 看吧 键盘背光都亮了 OK 可以显示 问电脑怎么修好的 打 压一压就好了 看吧 已经可以进入系统了 说自己谁信呢 诶 又黑了 我都没进入桌面 又黑了 黑完之后又回到最开始的气垫 触发 但不上电 好吧 今天这个CPU是再艰难讨了 一般像这种情况呢 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比较稳妥 直接换主板 第二种呢 就是重置CPU了 但是呢 重置CPU也不一定能行 今天这个机组 咱们给它重置吧 如果换主板的话 那这个视频录起来 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主板拆了出来 发现上面有这种贴纸 原厂期是不会有这种贴纸的 有这种贴纸 说明它在保修期内 也到官方换过主板 看来也不是第一次坏了 但是主板我看了一下 是原装的主板 没有修过的 看吧 纸又没了 等一下我们把它CPU拆下来 来讲解一下 它为什么这么容易虚焊 给主板架上焊台 咱们给CPU来个SPA 这得上点焊油 润滑一下 众所周知 拯救者 芯片底下呢 都是灌了黑胶的 它没有那么轻松取下来 温度上来之后 你得翘 不然的话 黑胶会把芯片牢牢的 粘在主板上面 气球已经融化了 但是黑胶使它下不来 OK 芯片已经取下来了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焊盘 不出所料 焊盘的一侧 已经是完全平整的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一年以前的 联想小型这个视频里面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气球与黑胶 还有主板之间的因果关系 看吧 这一部分 它的焊盘都是平的 芯片已经被黑胶顶起来了 一方面呢 是黑胶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呢 是温度比较高 就容易导致这种现象 只能先重置试试了 CPU这边我也只好求了 用的是蓝屏的 组完球之后 咱们再把焊盘给清理一下 拖平整之后 给上面刮一层锡 今天这个黑胶拆的 还算是蛮成功的 板子没有很多的掉点 刮好锡之后 咱们再把CPU给重新焊回去 拯救者的板子 咱们可以给它用无签高温焊接 好 板子已经焊好下来了 温度有点高 先拿个风扇给它降降温 先不要着急通电 先来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先 CPU几个供电 组织正常没有短路 再来看一下之前的时钟金正 OK 两个脚都有直了 说明金正和CPU已经勾搭上了 装上内存看一下电流情况 OK 自动上电 电流跑得非常的欢快 这个电流你要说不亮机 我是不相信 装机装机 我简单拼了一下 可以上电 可以跑码 可以亮机 卧槽 这 完了 完了完了 屏幕上突然多了个小八 卧槽 修处问题来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什么时候磕到的我都不知道 哎呀 我很小心的呀 早知道给它套个袋子了 扣都扣不下来 应该是表面磕到了 不是长东西长在上面 什么时候磕到的呀 不是一直合着的吗 先进系统来看看 它这个是5800H的处理器 16GB的内存都有识别到了 全部装好 整机装起来看看 OK 现在用电池也可以上电了 时间也可以正常保存 一般如果是这个电路出问题的话 时间也会改变 你可能关机再开机 它的时间就变了 进系统呢 各个设备识别也都正常 要不怎么说它容易坏呢 内容啊内容 什么都归它管 生卡 网卡 USB 以前这些归南桥管的 现在都归内容管了 其他的设备都没什么问题 就屏幕上多了个8 在这个桌面背景下 压根就看不出来 我刚仔细检查了一下 应该是刚开始就有的 打开的时候 屏幕上就有这道8了 OK 现在电脑开了一晚上 都能稳稳的运行 没有掉链子 像这种虫子的 也不知道能有多久 这个用的也是高温的 无纤焊接 黑胶呢也都去除了 希望能用久一点 好 那么说话的功夫 又一台R9000闪亮登场 这一台呢 也是刚刚过往没多久 这一款电脑都是过往没多久 21年的到现在 两年多一点 都陆续过保了 这一台的故障现象呢 是可以上电 电流跑到了一昂 但是没有任何跳变 同样屏幕也没有显示 这种呢就属于是能上电 但是不跑马了 打开户盖 我发现这是一台二修机啊 不要是被刷过 修的不是很明显 CPU没动过 大致测了一下 供电都已经齐全了 像这种不跑马的 又是AMD的处理器 舍我骑谁啊 CPU没有短路 上一台测不到直的点 在这个电脑上 是可以测到直的 这两个电脑 不是同一个故障现象 但却是同一个故障点 主板我看了一下还挺干净的 这里打了个叉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 这个机组呢 在换板与重置CPU之间选择了换板 贵是贵了点 但起码稳妥 还是原厂的品质啊 像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R9000的主板 看吧 CPU已经是取掉了 CPU不是我猜的 这是一个同行机 他自己想重置CPU 结果没成想取下来之后 发现掉点太多了 又是一个被黑胶坑害的同行 确实啊 像打了黑胶的板子 做B机的话 就有这种风险的存在 我给他补了点 但是焊CPU也一直没焊好 焊上去都是不行 这个板子呢 最后折腾了好久 最后还是选择换板 白折腾了 又多花了钱 就R9000这一款的 这个月碰到有8台了 有4台都选择去换主板 另外4台重置的好了两个 另外两个重置了也不行 就没修了 也不是说联想质量差 卖的多 销量高 是这样的 你像那些卖的少的 有谁会说到质量差吗 因为根本没能修啊